大家好,我是PediaKrism 我今次會介紹一些經濟收穫 以及第四天之後的旅行收穫 先說一些很少的經濟收穫 首先是今天買的 今天去商務 看到這個套裝 就是有三支水筆 加上這個NT 這是21元 我覺得挺大 因為它這裡 等一下 這裡寫著300元 那譬如我去那些日本木頭 這裡寫著裡面的價錢 就是那些日圓的價錢 所以其實大概這批東西 就是現在對付港幣 都是20多萬 兩分鐘比日本買的更便宜 所以我也覺得挺便宜 就買了 而且這三支筆也挺好用的 還有還有MP 那三支筆我試過MP是沒有開過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是可以這樣拆的 不過也可以逐一支拿出來 那就是這三支水筆 那就是好像是木鬼城 我忘了了 那就是首先有一支粉紅色 一支黃色 一支黃色 一支橙色 還有一支橙色 就有這個盤 這邊是幼一點的 這邊是粗一點的 那我就放在這裡 那然後呢 這個MT 就是這個MT 我覺得也不錯 挺漂亮的 就是間條的 就是這個 就放在這裡 那然後呢 就是我之前 也挺累次 很多東西去旅行之前 就買了三張的 不是買了三張卡 是買了一包 三櫃一彈 插包 AKA三櫃一彈 結果也挺不錯 那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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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蘋果頭的 就是350分的 也挺閃閃的 不過我看不到 對啦 挺閃閃的 那就是 超漂亮的 那我已經有件衣服 嘩 sorry sorry 動了 對不起 下面就是這樣的 今天已經穿了卡圖 這其實很開心 對 然後就是 還抽到兩張N 就是這個 Hinaki的 那一張高桌的衣服 還有這個 Ki的褲子 超開心的 然後就是 前幾天 就買了 前幾天和之前 就買了幾包的 這個第二彈抽包 那我買了四包 那就很漂亮 那封面是 三位劇場版的NPR 就 Izigo Mitsuki 和Akari的 金彈這個 也比較多 因為金彈 是 金彈其實是有五套PR的 但是呢 Akari那一套 就不是在卡包 就是不是在這個卡包裡面出的 好像還沒出 而且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有四套 會在這裡出現 就是有這個 Judy Hinaki的PR 然後還有Izigo 和Mitsuki的NPR MoviePR Stanford 全七種 全七種 Nomovie卡有三十七張 Rare卡十八張 Premium Rare卡十四張 還有 有Super Premium Rare卡 CP八張 金彈就是鮮明頭 好像是 真的有鮮明頭 結果都不錯 兩包全N 兩包PR加N PR加R 首先呢 就是有這個 Judy的PR 就是Cinderella Cinderella Cinderella 0.6 7.8分的 都真的超漂亮的 我都覺得挺漂亮的 始終Judy也是新人物 就是這麼大的新人物 Focus Cinderella 然後這個Cinderella 這件 我不知道這個什麼 童話 這是胡桃甲子 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呢 就是Cinderella 1顆 450分的R 那我用Cinderella 這隻鞋 就可以做到它的特殊效果 然後 就有這個 Akari的Layer卡 那套 頭飾 300分的 然後 Dorimi Crown 這個 時鐘的N卡 就是Cinderella Akari的 衣服 還有 還有鞋 就差點裙 然後有超漂亮的 是Wanbaya 那個劇集 有出現過 就是 市面上它是扮Wanbaya 但這套東西 其實是Judy 扮捉Wanbaya 那個人的 衣服 Wanbaya Wanbaya 3顆星 255分的 然後有些N卡 就不說了 看看這些的後面 我已經有了 我已經有了 卡套 好 那 近期收穫 就是這樣 啊 都會放在這裡 然後呢 就是 旅行的LASS 收穫 那首先就是 買了一張 超初期出的 餅卡 就 呃 抱歉 就是Ruby 那好像是 第一彈的 餅卡出的 就是Ruby Kuro Sara 那就是 Love Love Sunshine 就是這個 應該是一季出的 起碼是一季 對不起 喜歡 然後還買了這個 就是二手的 不是 還沒開封 是二手的還沒開封 那就是這個 啊 Ruby 的一個 掛件 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次買Ruby的東西 這次 以前是我買過Ruby的東西 先放進去 哎呀 黏住了 為什麼黏住了 其實是 卡住了 噢 手腳慢一點 因為頭髮沒有拍片 因為前陣子都限定了 這陣子就有空一點 為什麼 然後呢 就是這個 就是Ruby的一個 這是官店買的 就是期間限定官店 好像說AQUAS他們的 其實昨晚還沒出的 Ruby 也不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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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元左右 是不是叫不便宜了 其實 我不知道 就是這個 就不拆了 我也沒有拆過 哎 算了 就拆一次 後面是黑咪蚊的 在哪裡呢 這裡 還說可以POOST 抱歉 這樣 那LLSS還有一樣東西 也挺密 雖然又不是最貴 但也挺大型 這個 啊 這一盒 就是有一種 這邊就是水雀的 就是泳衣 封面是HAPPY FADY TREN 還有一款就是HAPPY FADY TREN 就是加POLSTAR 我之前也約兩講過自己LLSS推術 但這陣子看多了一點 推術也有變 首推也是Ruby 第二推就是HANA MARU 第三推就是HANA MARU 第三推就是YOSHIKO YOSHIKO 加LINKO 這個 所以這次的結果也挺好的 就是因為我是中了這個水雀的YOSHIKO 好的 但我就不展示出來了 就是我不放在這裡 因為它很酷 真的很難評 就是YOSHIKO 真的挺漂亮 我覺得每一位 就是船員的 九個水雀 都是 的款式 都是比HAPPY FADY TREN 個人認為 當然如果中到Ruby 兩款都沒所謂 這個白馬便 然後就介紹LDPP的收穫 就是玩了兩部PB這麼大把 那首先就是 一部就拍了 一部還沒拍的 那這個就可以展示了 但PB也快來了 Oh No 你說二度最後一集了 遺憾的 然後這個就是 Baby Monster 這個頭飾 那就是他們上一集是有穿的 就是 好像叫Memoral 我忘記了 就是他們 圍九的五人 對不起 六人LIVE SALAMIDORESHI SHION 那個頭飾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 玩的時候還不知道 那我用了MIA 然後還有一部就是沒有MANGY 最後一天玩的 就用了加拉拉 那就是LITORINAS的飄裙 用了一個 超級像西瓜的物體 然後就介紹小量的AKS收穫 就是這本 大家應該看不到 但其實這一本 我指的這本 就是STATFOUR的雜誌 不是 不是 叫什麼 STARFOUR 對不起 STARFOUR的雜誌 就是剛才也是 SALAMYONDOWN出的 那我就買了 因為其實最主要的東西 是因為這套 我真的覺得超級漂亮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ARIA的卡 所以超級想要 而且我也挺期待這雜誌 好 送的卡就是這套 就是ARIA的 不是太厚 它那一套 那一套粉紅色的藍色版 就是 三 裙 鞋 都真的超級漂亮 很喜歡這隻 然後最後就是Preticular的商品 首先我就買了一個盒碗 就是Preticular變身器的盒碗 就是 模型仔 就是這個 因為我也挺喜歡這一輯 但就不會買它的變身器 也真的挺貴的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可以變人的心 就是這個 就是一個打電話的模式 就是平日當電話 然後這個就是變身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然後我還買了 這一款的 就是跟QA開不同款的 QA裏 就是我就不開了 放在這裡 因為也挺趕時間 然後這個 我就買了這個 Ayumi 舊Preticular的 鎖匙扣 因為也挺划算 然後最後 就是我買了兩包的 這一款 Preticular抽包 就是有餅 結果也挺好的 我覺得 因為我中了兩張 QA L 一張 QA Angel 還有Haku Dan 我就是沒有中到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的 QA Etoiru 黃色那個 就是這個 那就是背面 那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 好了 大家收看 記得按讚和訂閱 拜拜